其实猫猫最早可以一个月就给它断奶 那也就是从20天开始 你可能会给它人工年添加的羊奶粉当中 去添加猫奶糕这一类的空体猫粮 然后慢慢通过10至15天 把猫粮抛的时间越来越短 然后把羊奶越减越少 直到完全就断奶了 那你也可以选择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去给它进行断奶 也是重复上述的这个过程 所以猫猫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从两个月左右 还就可以开始正常去吃猫粮了 然后就像刚才所说的 如果你要从一个适量更换为干粮 这个过程一定要切气 要循序坚定 慢慢去给它更换 不要造成会肠道 多大或极的一个负担 小提示 猫咪最早一个月就能断奶 从20天开始就能添加羊奶粉 然后在里面加上奶糕 通过10到15天时间缩短泡奶糕的时间 一直到完全断掉为止 或者等到两个月去断奶 断奶过程一样 如果想要从适量更换为干粮 需要循序渐进 一年给胃肠道造成负担 可以吗 可以了 范子 很难 对